本土民主 反共 普羅政治 民生起義 myradio.hk 黃毓民 李怡聯合申書法報會 九月二十六號 下午三點 普羅政治學院 報名請將姓名 電話 電郵至 hkpolitariat at gmail dot com 名額有限 以赴九月月費網友優先 查詢請電 2467 3088 myradio 百周年台慶 聯歡晚會 10月16日晚 黃大仙 庫林皇宮 三百元及一千元門票 現已有售 購票查詢請見 2467 3088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我閉嘴 月費未呢 未交的話 就請到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 簡選你想支持的節目 預先感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節目月費計劃 myradio.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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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 早晨 大香港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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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給我搶威的 我喜歡 你說 我先把椅子放回 大香港 由以去師傅和myradio聯播的早晨節目 今天是9月25日 5號的 我完全不能理解 Cristine去一定要搶那個開始 不是 這樣就好聽 Cristine可以說 是嗎 我以為他擔心 TOMO這句就忠恨了 不是 我以為他擔心 一開始不說 我不會說話 不要這麼說 那我不要這麼說 來到這個就是 中秋節之前的weekend 我們本身都很期待 期待什麼 你期待過節日嗎 我覺得你坐得很怪 很怪嗎 很怪 我這邊比較空虛 不好意思 之前雙傑沒有跟他們對位開攝影 這個是雙傑的錯誤 我又爭吵他了 那泰博你想說什麼 今早就有TOMO Cristine 我 陳同泰和雙傑推麥 剛才Cristine為什麼會在那個位置 坐得偏一點 本身我們打算 留一個位置 四張椅子 四張椅子 四個人做的 但是很可惜 因為我們有一個主持 他自己愧疚 他放過飛機 後來他自己說 今個星期一至五 別名飛機康 一至五 都會回來做大香港刀神 但是做了幾天 最威風是趁大香港回來的時候 搶他的床 拿了一彩之後 星期五回來 那些品牆 其實他做多了一天 他不想做兩天 他做多了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四 你不可以這樣算 你不可以這樣算 做多做少 是因為他放飛機 所以他要做五天 他自己提出來 沒有人逼他的 這件事 這個情況就是 你要起大台之後 你上去拿咪 沒有人逼你 你不可以回來 你說很辛苦 這個比喻 一般的 起大台本身是錯的 你回來贖罪是對的 但他現在不夠 這樣就不對了 因為他沒有說辛苦 那他上位而已 就是他可以 他上位 你明白嗎 你明白那個道理 這些年輕人就是年輕可惠 你們要學習一下 原來Christine是這樣想想阿康 阿康是唯有上位 其實我有問過他的 他說他今天去拍攝 他現在厲害了 他做電影人 威水 有人說你這本書 不知道放在那裡做什麼 是啊 其實應該放在那裡做什麼 他現在威水 有沒有自己竅飛出來 那我們第一節就說什麼 我們第一節就說 一個事件的更進 亦都是一個叫做 政府和路政署的公關醜聞 就是講港珠澳大橋 昨天就是有一個正式的記者會 去回應坊間種種的質疑 那我們說一下那個事態發展是怎樣 現在你說的 他的事態發展 原先爆出了移海工程的岸邊那個位 那個鋼鐵圓筒出現了移位 然後他們昨天就開了這個記者會 就在這裡說 其實他們人工島南面 最接近機場的位置 因為這個施工受到高度的限制 所以有2.5公里的海堤工程 就要改用傳統的拋石方式建造 整體的海堤面積大約有四成 但是就沒有說 究竟改用這個拋石方式去建造 對這個造價和構造的進度有什麼影響 那他的解釋 為什麼要改用這個方式呢 就是那個高度限制原來用那個鋼筒的設計 就是會用比較長的時間 為什麼 因為剛才Christine說 就是我改了用那個鋼筒 改了那個所謂的不同的田樓方式 那整個程度 你先說 但問題的重點不是改了 問題的重點是 他自己私下去更改 現在路政處被人說他隱瞞那個工程 其實私底下更改了 他沒有告訴別人 在昨天的記者會這樣揭發出來的情況 是 因為這件事本身就是 上星期五好像也是 金貴的發望 金貴的發望 神經病 沒有在的 應該不是誰 這個星期 總之就是 之前有一個前南華早報的記者 一個外國人 他就發現了 有個這樣的事情 就是這個人工島移位 之後明報就拿出來報道了 之後大家都很嘩然 坊間都很嘩然 昨天 路政處就迫於無奈出來回應一下 首要就是這個劉家強出來說話 我們先聽劉家強說什麼 在採用這些無盡劃式的大型填海區裏面 類似的填海地移動都是普遍的 香港口岸也是不例外 在建造這85個鋼圓桶之時 我們監察到其實它的移動情況 出現了較大移動的 達到6至7米的情況 是在其中兩個相連的鋼圓桶的位置 在這兩個鋼圓桶 這兩個鋼圓桶的移動 只是出現在它的頂部 它的底部並沒有移動 就是說那個底部仍然很穩固 在海底之內 在設計的時候 已經預期鋼圓桶的頂部會出現移動 對填海地和海堤的結構安全並沒有影響 承建商已經自費完成了補救措施 加固鋼圓桶附近的淤泥 海堤的功能要是符合設計的要求 昨天路政處處長劉家強走出來開記招 其實都開得遲 這件事在這個星期初 就是剛才我們有提過的 是由誰揭發呢 就是一個前樓圓早報的記者 一個鬼佬 他發了一個電郵給路政處 用英文 問他 我有個朋友 那些朋友就是工程師 原來這個港珠澳大橋的人工島 就有飄移的情況 去到20米 路政處就回覆 就說6至7米 燈了4天 差不多整個禮拜都沒有回應 一開始的時候他還懶懶閒 你看到一開始怎樣回應 一開始說 我們要檢查一下 人工島的漂移 人工島的填海 填海會移動 都是正常的狀況 是這樣的 當一刻的時候 別人提出質疑之後 他就說了一句 就回應了 喂 會移動 就是很正常的情況 但是在輿論壓力下 當然是不行 對不對 而且這次 那時候都說 別人說 你好像最強勁的時候 20米 他的回覆就說 6至7米左右 現在他再說都是6至7米 看看狀況 最嚴重的狀況 就是 剛才我們也有說過 人工島在東邊的位置 有兩棵柱 有兩棵柱 鋼圓桶 31米直徑的鋼圓桶 這麼大的鋼圓桶 他們的移動就去到6至7米 而且只不過是面那一棵 但是 我覺得奇 就是我自己想 就是說 如果你說那個最嚴重 是6至7米的話 即是 我就算當你這個是真的 其他那些 移下一米 移下半米 其他那些 我覺得移近一點 因為昨天那個記者 很走出來解話 去解釋 那個移動 就不是整個 你打算整個移的 他就下面那條根就沒有移 就上面移 簡單一點就好像彼薩斜塔 沙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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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說 只是因為上面那裡 就鬆了一些 是 他說不影響安全 但是如果 就是 剛才都說 如果這個 是6至7米 其他那些是多少 你有沒有清楚 交代到 現在你只是說 這個應該是最嚴重的位 只有6至7米 這個是昨天的記者會 打算出來解話的焦點 就是問那個鋼筒 如果真是移位的情況 那你怎樣去處理呢 但是誰知道 在那個記者會的過程中 又漏了一些東西出來 漏了一些東西出來的 就是他沒有辦法去 面對傳媒一個追問 就是 為什麼看回那個設計圖 那個鋼管設計 會不會一開始是出錯呢 會不會是 就是想的就是 計算時間有問題呢 會不會的就是 在那個施工裡面 那個堪灘 其實一開始是做得不好 所以才會出移動的情況呢 那他繼續說著說著 他自己又說了一個說法 他又解釋 原來其實 在這個過程中 是更改一個設計 是 其實現在 基本上 那些傳媒都會批評他的 基本上是偷偷地 去更改一個填海方式的 那首先這個圓桶莊的填海方式 其實就是 理應是一個比較快的方式來的 但是現在呢 他現在承認了 就是這個 以他的說法 就是說 因為這個赤立國機場的高度限制 令到 這個奧政策的說法 就是令到他們 在岸上做的一些吊臂 吊那些港筒的樣子 就變成可能超過了那個高度限制 因為近機場的 是的 這個是他的說法 這個是盧政處處長 他走出來就說 劉家強 他就說 我們為什麼會偷偷地 改錯那個原先的計劃呢 原先因為其實 大家要記得的是 港主導大橋其實是面對過 一個司法復合 以及環保環平的問題 就是因為是怕的 就是他的工程 如果用了以往那種填海 會不會是污染到那個 就是海岸 影響到這個白海豚 或者周邊的生態 當時他說服的是 他說 他是用一個新的 首次用的 叫做鋼筒式 一下子插進去 是的 就不用滑了 不用滑了 不用做鑽滑了 不用有污泥了 這樣 但是現在不是的 現在被人發現了 其實他是混了一些 以往那種叫做滾石嗎 拋石的方式 拋石 但是有一點就是這樣的 他強調了 現在這種 偷偷地換的另一種方式 就是叫做拋石填海方式 這種方式 也是同樣不需要 用進滑的環保方式 他就說 其實都是沒有影響過海的 但是現在人在問你 為什麼你偷偷地 自己改了那個計劃 是的 以他的說法就是 因為那個時候 機場高度限制 那我也沒有辦法 是不是發 即是發 還有當年的環評委員會 他也是有說的 批他的環評 是因為他用這個 圓筒的方式設計 如果你用這個拋石的方式 去做填海的工程的話 他是未必會批 你說機場的高度限制 都說不通 是的 當時的時候 其實你們去做那個 陷塔或者做那個 工程的設計的時候 遇上 你都遇上那些架 或者搭那個鋼管 那些下去的時候 是不會影響到機場跑道的 這個是常理 即是如果當時 其實你已經是 你那塊東西 你那個島 你要在那幾個位置 插那些鋼管下去的時候 你一定是會預計到 你要搭那個工程搭到幾個高的 是 這個解釋一定不合理 這個 他的解釋就是這樣的 因為他說 你說 為了不要過那個高度 其實是因為有一個方式 他們用原本的方式去建 就會用更加多的時間 嗯 其實就不是說建不了的 只不過會用更加長的時間去 他的假釋就是如果用鋼管的話 譬如可能在鋼管的組合上面 這個其實就是承建商的說法 承建商有這樣的說法 這個就是承建商 不是拋石短一點點的 是啊 根據我的認知 拋石是短一點的 就是在報道上面 這個大家 技術上的事情 大家相信 大家都這樣好 大家都不是那麼清楚的 就是那個說法 是路政署他就解釋 就說 我們為什麼會在中間的時候 改了一個計劃呢 就是因為要避免了那個高度的限制 那他一開始是會知道的 但這個我就剛才說過 說不通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你設計的時候 一定會預計你的工程的建築 會去到幾高 OK 但除了這個說法之外 其實有其他的 他的嘗試盜的 OK 盜是什麼呢 他就說 是因為 譬如為什麼要用這個 拋石建提的方法呢 因為其實是一個 可能是時間上的考慮 又或者是那個組裝的時間上面 相對來說 用拋石是會短一點的 是 那個說法的解釋就是說 如果用鋼管的話 他們要在鋼管插進去之前 你不是整個管 是整支東西都已經有了 你是要一些鋼板來的時候 要去組合 要組裝的 因為在組裝的過程裡面 是比較困難 和比較複雜 所以就花很多時間在組裝上面 而拋石就不用組裝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不好意思各位聽眾 我明白了 大家誤會在哪裡 剛才說的 為什麼他說 原筒式的填海是快了 這個說法是路政署那邊說的 是的 路政署那邊說的原因 所以 而他承認是這樣快了 但是記者在文化學 如果這個原筒式的填海方式是快的話 你現在用這個拋石的方式 即是慢一點 但是你現在又延長了工程 拖延了 那是不是這個原因呢 這個路政署就沒有再進一步解釋 那好啦 而那個問題就是 路政署基本上要說的就是這麼多 但是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傳媒各樣就在這個 最近承建商 在承建商那裡 其實是找了一份 他們這個承建商的資料 他們關於工程填海的資料 他們發現 當時在一三年那份資料裡面 他們在承建商有提及過 為什麼要用這個 根據填海方式的 就跟路政署那個說法 完全不同的 第一就是完全沒有提及到 所謂那個高度限制問題 沒有提及到 那麼他們的說法就是 就是說 由於在海面上 本身那個海浪大 那個環境不好呢 那麼令到他們的組裝那些 很麻煩 那麼就要延長了很長時間 那麼所以先說 就是這個 用這個 用這個 圓桶式的填海方式 這個 和 鋼圓桶式的填海方式 就比較長時間 所以他們先改用拋石的方式 這個就是承建商 在一三年的報告 他們已經說的 那這個就是東方日報 他找到一些資料 就是那個承建商 一三年剛才和湯姆那個說法 就是說 因為海浪大 或者會打風 在海面上組裝 就比較麻煩 如果這樣說的話 其實一早就已經是 在一三年的時候 已經是 私自是更改了那個 建築工序 現在那些裝置都弄了 是不是 是啊 現在的問題是 現在有幾個問題 第一 為什麼那些鋼管 是會有飄移的 整個人工島 為什麼出現飄移 或者移動的狀況 是不是單純因為 那兩個鋼管問題 而那兩個鋼管問題 是因什麼的解救 是插得不夠深 他插得不夠深 他也是那個說法 他自己是說插得不夠深 也是插得不夠深 因為你還未 但是現在他那個說法 其實其實是表面那一陣子 也是 他說海那些淤泥 就是那些海浪 就推到他那裡 即是推歪了 現在純粹就不是整支以為 令到他沙華 令到他沙華 跟他就說沒事的 好了 第二個問題就是 你那個人工島為什麼要飄移 你又不知道 你的解釋就是 安全 對 就是安全 我們安全考量 所以現在就要做些了 第二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中間你是更改了那個工序 你沒有公佈到 也不需要經過立法會 以及重新申請一個環評呢 那個狀況就是 其實這個在立法會那裡 他們都要交代各樣 有委員會要交代這個事情 但是 有立法會議員說 他們就從來沒有聽過 他們有任何交代 關於要更改到這個填海工程的事宜 就沒有聽過 立法會議員說 是 也是 所以先被人說他們 是掩蓋去隱瞞那個工程 其實是可能 可能 純粹的猜測 就是為了追趕那個工程的進度 然後用一些更加快捷求其 去完結的事情 那就算了 現在說的就是說 要把石頭放進去 就這樣填了 那種方法 就是比那種鋼管質 就是這樣 而第三個考慮就是 會不會是偷工減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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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價錢方面 價錢方面 你用鋼管的話 一聽就知道 其實是貴一些的 因為這個都已經是 之前一早有報道過的 說這個工程是比以往那種填海的造價 是高了不知怎樣 是有成五十至七十個巴仙 是在說的 即現在你超資了 但是你又不是用一個 你說的方式 你用一反而便宜的方式去做 是啊 現在其實重點是說 偷工減料 偷工減料 會不會是趕工程施工 亦都不知道什麼的問題 會是種種東西加起來 其實很可能是思議的 就是人工減料 本身是會陸沉的 是啊 還有現在其實 關於 因為現在你又偷偷地 改這個填海方式 各樣 其實那些人都會說 就是一些報道 一些報章都會有人說 喂 那你其實可能會再面對 這個司法覆核 嗯 你是有可能會這樣的 那你 這樣就該死 當然是聚會 他該死 現在他根本就是 他現在是當了 他根本是無政府狀態 你不明白嗎 路政處是一個政府部門 他不需要按政府規則 自己喜歡怎樣做就怎樣做 你覺得 你以為自己是私人公司嗎 私人公司都有制度 是啊 你任何改這些 那麼大動作的改動 你當然要說 整件事 是很大陸的 大陸是什麼呢 就是 一間店舖裝修 那裏就關燈不可以 這樣 不如撞出牆 大廈牆 撞出牆 那裏就不用按燈了 這樣 是這些 是這樣的 想法來的 是 就是你建一個人工島 人工島 不是 你想想 會跟大陸 這個是大陸做法來的 他不會有所謂公契 有哪些場系 那些重心場 不作得的概念 對他來說就是 你要建一個人工島 行 你何時要何快 OK 你要年底改 現在改了一個方式 不做鋼管 跟你同樣堆石 就算了 是這樣的思維 你想想 現在是政府部門 搞到這樣 他完全是一個 無政府狀態下的政府部門 這樣才是荒誕 那好了 他現在 劉家強 他出來還要是 雖然是 都兜兜的 還有他旁邊的兩個官 都是在呃若無雞 整個 整個 昨天的記者都是坐在那裡 不出聲 劉家強自己一個頂了 那當然應該 但是他現在更加誇張的就是 解決方案是怎樣 是啊 解決方案就是 承建商會自行 出資去做補救的 做加固那些 剛才他所說的 移了六七米的圓桶 那些鋼圓桶 就加固他們 這個就是解決方式了 你想想 那些事情是多荒誕 路政主是負責人工島 以及整個港珠澳大工程 接著你就說 現在出事了 出事就被人說 那兩個東西 就可能有沙華的情況 向外移 而且他只不過 我要再強調 他只不過是說 那兩個是最嚴重的 那兩個是六七米 其他你真的不敢說的 你每個人一米 半米 那樣很大 就是這個情況可能 其實是爆了出來 是啊 就是你一開始以為是兩隻爆 或者是林亞珍 整塊爆出來 OK 現在的情況就是 整個島就向外擴張 向外擴張 但是他可以荒誕到 那件事很簡單解決 就是由承建商自己吃掉 是 你又沒事 那件事 現在整件商只不過是 他只顧過加固那些鋼圓桶 都不是 他是想方法加固 因為之前我們講過這個話題 之前其實那些報章是訪問過 那些所謂填海工程的專家 或者工程師 他們會說 其實這些事情做的 很可能是要 插多幾顆這些鋼圓桶的裝 現在的做法就是加固的就可以了 就不用再插多些了 那我就不肯定了 就是你政府 陸政署劉家強 你說安全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安全 我真的很難相信你 因為你偷偷地換 那些填海工程 又不肯跟別人說 再說就是你自己之前 為何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就算按你那個 承建商他有一個解釋 為何填海工程要更改的方式 他就說是因為組裝時間過內 還有那個怕打風各樣的原因 但是你在對著鏡頭說的 就是因為機場那個高度問題 我當你說那個是對的 我當你官字兩個口 你厲害一點 你對的這樣 屌尿尿尿尿尿 那你之前那個勘探 那時候沒有人想過的嗎 那時候這個法例 沒有人寫的嗎 那時候 沒有人可能的事來的嘛 問題是 原本原先打算用來去組裝 鋼桶那些錢去了哪裡呢 他現在完全沒有想著交代 那你的錢是批了給你去買這些物資 那現在你沒有用到 那那些去了哪裡呢 沒有想著說出來 所以現在 他連改的方法都不讓你聽 還要去交代多少錢 那些錢去了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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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說錢這些 但是我想說 現在他那個解釋就是 承建商會自費 但我想說 有一些港主他會拜 他覺得 那算吧 他自己會辦 他只是用一個東西 你也要責任的,這個必然是你的責任 他現在就說,承建商自己撐錢出來搞定他 這個一定是,需要賠償也是問題 這個工程是有失誤的 有不需要賠償,都是要的 你要搞定他,亦都需不需要有任何所謂的賠償 因為延誤了工程進度 延誤了工程進度 但現在他說的承建商自己所謂給錢補獲的狀況 我只是純粹講加固銅圓管 去銅圓莊 第三項最關鍵的事情 你當時答應了就是用鋼管工程來做 你現在私底下自己說要用拋石的 說拋石填海方式就快些 或者變節些,有被高度限制 任何你的說法都好,那你是不是要毀約 那我不知道,他們應該要交代 你答應了用這個方法提供這個服務 很簡單的想法 你插一些鋼管下去,然後建人工島 現在你跟我說人工島 大家為了快,或者有些限制 可以,我就建一半,留一半用拋石的 現在情況就是一樣 人工島是其中一塊用拋石來做的 他說四成 他現在說四成 那四成跟本身的鋼管之間 是不是合拍或協調的 這是技術問題 但我只是說一件事 你在合約上是寫好的 那你政府是不需要追究的 政府不會追究的 那他也有份 就是等於港鐵那樣 港鐵那些所謂西九那些高鐵工程 是不是 一載而五 那他也是合拍的 其實 我這樣說 你這樣說 大家會想射過 那些市民就無論如何說 所以這件事 我們相信 是會愈滑愈多的黑材料出來的 愈滑愈多 在裡面 其實真的 說來講去這些大白杖工程 就是送錢回大陸的工程 就是給他一個機會 就是用一個所謂外判 判了出是給公司 然後送給不知什麼建築 那些計劃 說來講去 就是用過我們的錢 然後銷是一些 我們香港人根本不需要的東西 所以這件事 你在立法會當然一定要跟 這個不用說 是你們的責任 最好不想建 我認為不是 現在這個島放在那裡 也挺搞的 就是建回那個島 湯姆打算不要建橋 是呀 不要建橋 留在那個島 這個島有用的 這個島有用嗎 我因為不知道有什麼用 建賭場 建賭場 不是呀 我覺得這個島放些左膠去 但是你這樣越來越飄移 你這樣越來越飄移 是啊 田海地可不可以耕田 不如拍到紀錄片 你看它飄移到哪裡 我覺得不用 怕移動迷宮 在上面 不停不知去了哪裡 如果你說放逐左膠 其實香港很多小島 都放逐 這個好 不用搞這個人 這個他們喜歡深間細創 在這裡準備好 第一節時間差不多 第二節回來再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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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